防疫期间社区失智服务据点 考虑失智症者课程中断过久 可能造成认知功能退化 增加家庭照顾压力 县府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有条件开放社区失智服务据点 并维持照护能量 希望降低家属照顾的压力 位于竹山中和里社区失智服务据点 日前举行简单开学典礼 十多位老人家由家属或是看顾陪桶 参加活动丢球回答简单问题 老人家玩得高兴 修传医院共造及远距中心副主任靖茵如说 失智老人到据点活动 主要是透过学习和吃鸡 让老人家维持较好状态 也能够减少家庭照顾负担 这个据点是从103年 一直成立到现在目前为止 那我们的个案从15位 那一直到现在其实仍然是维持在15位 甚至还更多 停课的时候他忘记我们这个据点停课了 他仍然是会参加活动 那甚至有可能会吵着家属说带他来上课 因为老师没有说停课 那其实这样子会造成 不管是个案或是家属的一个困扰 今天特别开始上课了 那也让长辈可以熟悉这个环境 熟悉老师 那熟悉这个据点 那同时间也可以让他们可以稳定的 就是持续在这个据点 施政社区据点对于我们的施政个案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家属的照顾 也可以减缓他们的负担 所有的个案来这个地方 我们都会有包括综合的课程 包括认知的课程 包括健身运动 包括有综合的活动团康课程 都会在这个里头 那最主要是延缓他们的失智跟失能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会知道失智症他没有办法就是恢复 那至少他可以维持他的功能 像我们有一个个案 他从103年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 他都可以持续的稳定在社区 甚至在家里面可以帮忙一些家务 那对于家人的负担就会减少很多这样子 负责老人活动的老师萧淑珍说 时事老人状况不同 有的人易怒甚至疑神疑鬼怀疑他人偷东西等等 但很多都是情绪反应 透过学习可减缓或是改善 其实失智长辈本上他们的脑是退化 可是如果你慢慢的教导他是可以给他 他们说失智是不可逆 我觉得是从我开始在这里开始 我觉得他们是有在进步中 不是都没有 音乐照顾的一种就是用传统的 以前古早的音乐来唤醒他们的脑 活化他们 哦一早的歌 那像我引导他们一个一个漫出来 然后我也有稳动 就是设计活动动作 让他们再继续动下去 让他们有感觉就说 我以前曾经是这样子 像蒙春风 宿鬼风 等一等一等 都是很好的题材 人要活得健康就是要快乐 所以来这个场域 我们的场地布置 还有那个音乐论 那些感觉来到这个所谓是很温暖 就是设计一个很安全 安全又温馨的一个场域 让他们来运动 透过做那个美劳 创意 就是让人家有在传统活化 因为我们的脑一直要睡 多了 脑萎缩了 我们如果启发他 叫醒他 透过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卫生区表示 南投县13庄镇市 共有29处社区实质服务据点 每一据点提供实质证个案认知促进课程 安全看事 以及照顾者支持团体 照顾课程 民众如有咨询需求 可拨打全国统一专线1966 或是洽询南投县政府卫生局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049-220-9595 或是南投县府卫生局网站查询 欢迎多加利用 局者上衣服卓山镇采访报道